直方评第四回 现在开始播出 直方评,我又是你 你不是去了投胎的吗 我就是刚投完胎回来 盘管,为什么会这样 会以往,在压送途中 有小鬼开小差,看错了眼 错了把直公子送去生畜道 所以 生畜道也没理由这么快就回头 他去投胎前后不够三天 是因为我投胎做牛 但是,这牛天生的缺陷 所以,我很快被人剖了 那我就又回来了 混帐,混帐 哪个小鬼开小差 盘管 查出谁就打入黑炉 混他十年八载,不变天日为止 直方评 本王已经帮你懲罚了有关的小鬼 当是补偿了你 就这样就算是补偿 这样吧,本王就任你选 要么就在这当一官半职 要么就再去投胎做人 我怎么知道你今次又会耍什么花园 今次一定不会投胎的了 本王亲自送你上楼 亲自简毒 帮你平安无事的 好 我就信多你一次 我选再投胎做人 爽快 我最欣赏爽快的人 是不是要回上次那户书香人家 会燕王 那户人家已经有人去了投胎 是吗 不要紧 本王立即帮你找个第二户人家 看不看,有无空缺 照生死策上所记录 要合乎公子的要求 恐怕要等 要等多久 等多久 最快要等两个月 两个月这么久 可不可以早点 谁要死的早点捉他在庇护 会燕王,这样是会犯天规 我们会有麻烦的 真是麻烦,真是麻烦的 无端端又见到天规 绑手绑脚,真是不痛快 本官,再查 会燕王,有了 怎样 如果直公子肯做女人的话 那刚刚有一个空缺 那女人也挺好 直方女,就这样 是什么女人 青楼女子我不做 无知女子我也不做 潑虎我也不做 还有 好了,好了 你真是麻烦的 这么挑剔也有的 潑虎,是什么女子 是大家归宿 合了直公子的要求 对了,那就好了 没事了 大家归宿了 不过,是要公子还药 变换身份 没问题了 喝了茅图茶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立刻吴时 燕王 你怎么可以这么草草的事呢 我是燕王 我说怎么就怎么 本官,押他上路 是 这么快就来到人间 我躺在棺材上 当然是那位小姐死了 被人装入棺材 准备念撞顶 这次 我又怎么死好呢 棺材太局促 无论如何 都是离开棺材先 但是 我就这么起床 又吓人了 怎么办呢 这样试一试 老爷 你听不听到 听到什么 小玉他好像有声 不会吧 夫人 小玉已经死了 可能是你错觉 不是 我听到棺材上有人咳嗽 老爷 不如开棺看看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夫人 你伤心过渡 舅父 我都好像听到表姐咳嗽 老爷 你听到了 婉姓也听到了 小玉还没死的 开棺 快点开棺 那好了 人来人来 开棺 快点 老爷 探望小玉的鼻子 有没有气息 来 有没有 真的还有气息 小玉还没死的 真是太好了 小玉 小玉 来来来 快点去抢大夫 快点 舅父 不如抬要表姐出来 放她回房间 你说得对 小玉还没死 不应该躺在棺材上 看不见大吉利时 来来来 老小姐回房间 快点快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我这么重 能不能动 差点忘记了 我现在是女儿医生 这两位 当然是我爹娘 都挺好 一看就知道 是首例之人 一定是读书人 这位 这位 水汪汪的眼睛 瓜子厚面 眉目清秀 樱桃小嘴 好像天仙一样 这么出凡脱俗 我的心跳得很快 这种感觉 我从来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他是谁 舅母 你现在可以放心 玉表姐没事 是啊 我真的很开心 我还以为白头人送黑头人 就这样没有了女儿 现在上天可怜我 给我一个女儿 老爷 我们要劲鸡还神 才行 那你拿主意 我现在开心 都不知道 说什么 他叫那位小姐 叫玉表姐 那就是 他们是表姐妹 看她一双眼 善解人意 看着她 我内心的冤屈 就好像突然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 舅母 大夫这么久都未到 外妻有些下人 好 你去吧 小姐我看着 他走了 外表斯文端庄 如果他日 我的娘子 可以像她这样就好了 糟了 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我大仇未报 还要去找二郎神 还有 我现在是女儿之身 如果我让她发觉 我原来不是这位小姐 那怎么办 大夫 到底我女儿什么事 为什么她只眼望望 好像不认得我们 问她又不出声 我看过她的麦理 都很正常 气息也都调和 照理应该没事 喂夫人 喂老爷 说本人无能 告辞 大夫 大夫 喂老爷 你灵聘高明 老爷 那现在怎么办 哎呀 哎呀夫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全城的大夫 都请暈了 哎呀 个个都束手无策 那 那 哎呀 这样下去不行的 雷伟小姐的爹娘 这么担心 哎呀 最坏我又不开得声 一开声 就是男人声 确实被他们当怪物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舅父 舅母 或者玉表姐 只是一时混沌 或者我们让她休息一下 明天会没事 哎呀 是啊 是啊 婉青说的有道理 哎呀 我怕她下半世都是这样 哎呀 我们大半世人 只得这粒女 我们当她是掌上明珠 如珠如宝 这样的 偏偏就搞成这样 哎呀 夫人 你伤心都没用的 生死有名 不如顺其自然 只要我们得回个女儿 那就当是菩萨开恩 是呀 求大夫不行 我们可以求神 不如找人为小玉招魂 看她现在的样子 好像三人不见了七拍 说不定法师可以帮我们 哎呀 我现在都没了主意 哎呀 夫人 你说怎么就怎么 嗯 舅母 就算是 都等明天才算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自从玉表姐出事几天以来 你们都没好好地睡过 不如现在回房休息先 哎呀 我们睡了没人看着小玉 我不放心的 舅母 我留在这儿陪表姐 有我看着她 你放心吧 是啊 夫人啊 阮青这么说 你就放心吧 我们回房休息先 那好吧 阮青 那你看着她 我会的 早上求父求母 早上 是啊 你也早点睡了 我叫阿豪进来帮你铺床 不用了 我跟玉表姐妈铺就行了 跟我妈铺 不行的 男女瘦瘦不亲 那好吧 早上了 早上 我怎么可以跟她同床的 那不就 顶弱了她的名字 直方平啊 直方平 为什么要答应做女人 现在搞出她大头佛了 怎么办 玉表姐 为什么你缩住一角 你冷啊 我去关枪 她真的温柔 糟了 心又跳 不可以意乱情迷的 快点想办法 玉表姐 为什么你又出汗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 玉表姐 你听到我说话了 你没事吧 让我看看你额头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发烧 让我把手 你的手有很多汗 糟了 玉肌夫之亲 她不知道我是男儿心 再这样下去 迟早出事 不行 我不可以再留在这里 玉表姐 你去哪儿 玉表姐 舅舅 舅母 人来 玉表姐 玉表姐 玉晴 玉晴 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我正准备欢迎上场休息 玉表姐一时好像很冷地缩住一角 一时又汗淋淋 好像很热 我摸她颜头 她就一手推开我 一直跑出房外面 那现在小玉呢 走了出面了 不敢论盡的 小玉 不过 玉表姐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大力 别说了 出去找吧 好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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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媽媽,你說她能去哪兒 婉青,你怎麼看著她 慢慢暈吧,夫人 女孩子人家走得多遠 最怕她走出街躲起來 也不知道怎麼找 婉青,你真是類人類物 小玉也是 無緣無故怎麼會走出街才行 舅父,你們看看 書房有燈光 或者有表姐進去 好,我們進去看看 小玉,小玉 小玉,小玉,小玉 小玉,你真是在 你嚇死娘了 小玉,你走來書房幹什麼 舅父,舅母,玉表姐紙著張紙 好像想說話似的 最聰明也是你 看看她寫什麼 婉青,你眼力好一點 看看小玉寫什麼,告訴我吧 爹,娘,我沒事 小玉,為什麼你不開聲說話 是不是有病 寫吧 寫吧 娘,我死後還揚 是因為語言黃有約定 若想長壽必須變雅 否則會馬上避命 那不要說話了 還有沒有其他 我沒事 剛才只是突然清醒 以為還在地府 所以受驚才會推開表妹 表妹,你沒事吧 對不起 玉表姐,我沒事 原來你剛才這麼混沌 是因為還沒醒 你沒事就好了 爹和娘都不知道多擔心你 是呀,玉表姐 你那些字枝好像不同了 又是呀 似乎出於男兒之手 跟你以前所寫的 真是不同 糟 一時醒不起來 怎麼自然其說呢 小玉剛剛在鬼門關 把腳趕回來 你們懷疑什麼 難道小玉會是別人所變嗎 那些字不一樣 有什麼大不了 最重要是個人平安無事 這樣也是,這樣也是 好彩 對了,小玉 你累不累 不如回房間休息吧 我想去書房睡 舅父呀,玉表姐想去書房睡 為什麼呀 為什麼不回房間睡 我想一個人靜下 看一陣書 爹、娘 你們先回房間休息 無需擔心我 另請表妹也回房間休息 今天麻煩你太多 玉表姐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客氣 不如我留下跟你聊聊天 算了,遠青 她說想一個人 就只有她一個人 你都累的了,回去休息吧 小玉,如果你喜歡在這裡睡 那就在這裡睡 爹幫你叫人來收好床 我和你娘也要回房間休息 爹、娘、早休息 乖了,乖了 你也早休息了 總算過了第一關 但是,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 我真的有想過方法 快點死才行 但是,如果我死了 那就再見不到遠青小姐 她真的是一個很皮性的姑娘 人又溫柔,又體貼 唉,直方平 你想去哪裡了 不要想了 想想怎樣死更好 只要死了這次 就有機會見到二郎神 爹的冤,就有機會伸說 然後,我才有機會還養 才有機會見到遠青小姐 唉呀,又想遠青 不准想,不准想 誰啊 糟 忘了自己是啞的 不知道外面的人聽不聽到 玉表姐,是我啊 你起床了沒有 是遠青 早安,玉表姐 我拿水來給你唆洗的 咦,你今天精神好很多了 你想寫一字嗎 來,寫吧 謝謝我拿水給你洗臉 玉表姐,以前都是我拿水給你洗臉的 你不記得了嗎 看她年紀小小 想不到要做這些事 好,讓我問一下她幾歲 我幾歲? 蛤,玉表姐 你真奇怪了 我一向都小你一年了 你十七,我十六 你又不記得了嗎 糟,說多錯多了 玉表姐 雖然你的樣子跟以前沒有不同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你跟以前很不同 咦,她是不是懷疑我的身份 你的動靜啊,神態啊 跟以前都不一樣 好像變了你一個人 怎麼回應好呢 不過我覺得你對我好了 你以前也不會不乾我 哦,原來以前那位小姐對遠青不好 你問我以前你怎麼對我 你真的不記得了以前的事嗎 死也不記得了 你以前整天都罵我的 哇,遠青你真是慘 都過去了,我一向都沒有放在心裡 遠青你這麼好人 為什麼我以前會這樣對你呢 可能因為我是不祥人 又寄人離下 所以,舅母和你都不是那麼喜歡我的 你怎麼不祥呢 我一出生,父母就相繼過身 三歲就由舅父接我回來養 舅父本來做官的 沒多久也無故被貶 自此之後,就要教書為生 那舅母就認為我是不祥 累到舅父那樣 後來你出事,舅母更加認為是我欺死你 還要趕我走 幸好舅父堅持留下我 又幸好你死而復生 原來是這樣 那你許配了人家沒有 欲表姐 你這樣問人家 我哪有許配人家 那你有沒有意中人 我和你平日都三步不出歸門 況且,婚姻嫁趣 是要父母之命,媒在之言 無媒苟合,有損家聲 我怎麼會這樣做呢 你真是知書識禮 這些都是舅父教諾的 遠青時刻都記住在心裡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和現在的你好像朋友一樣 反而說了很多心事 以前,我們很少這樣聊天 你喜歡的,我以後都陪你聊天 我當然喜歡 不要緊,欲表姐 時候差不多了 你要去和舅父舅母請早安 你快點梳洗吧 什麼小玉 你要和遠青去交友 不行,女孩子之家出去拋頭露面有什麼好 況且你剛剛才好回來 應該優養多一點才是 表姐說沒事,不用優養了 況且整天躲在家裡,這樣更辛苦 好,出去外面散一下心,人都精神一點 但是你女孩子人家 萬一在外面招引到狂風浪蝶 有玉家聲的時候怎麼辦 不准去 表姐說可以女扮男裝,那就沒事了 荒謬 小玉,你越來越刁蠻 當然有人教壞你的 遠青,你是不是跟小玉說過什麼 沒有,舅母 是玉表姐自己說 小玉怎麼會無緣地放肆 不關遠青的事 小玉,你寫什麼 看,夫人 連娘都不叫,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忍逆 一時口快 不是,娘,你別生氣 我剛剛還娘,神志有點混亂 所以才會失言 你這個時候會說自己神志混亂 那時候又要出去,你叫我怎麼放心 這個韋夫人真的難搞 我想跟遠青出去玩,也不行 玉表姐,舅母是為你好,擔心你,緊張你才不讓你出去 她的說話有道理,你聽她說 好吧,我不出去,我回書房 又去書房? 你自從頑陽之後,天天都去書房疏於斟子 你是女子人家,但是嫁作人婦 除了知書色脈之外,最重要是懂得女秀 你明白嗎? 韋夫人,我明白,但我不是女兒身 今天真的有苦自己知道 玉表姐,不如今天我們一起刺繡 我最近收到一些新的圖案,我教你 也好,只要能夠跟遠青一起,癡手就癡手 表姐,進來 這間就是你的房間 又細,又窄,又簡陋 為什麼你好像不認得我的房間? 難怪你,你很少來西箱這邊 你放心吧,雖然是小一點 不過我打掃得很整潔,不會有老鼠、蟑螂 韋夫人真是偏心 韋小姐的房間又大又華麗 反而敢對你 紙筆在這裡,你要說話你就寫下 這些積感很漂亮 是我的說作 袁青,你真是欠 你繡的花,許許如生 繡得比織女還好 你不要笑我 你繡的都不錯 以前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我似乎 側不比織手 可能是 我覺得你的字很漂亮 字女行間,隱約見豪氣 都不像女仔字 你怎麼會這樣呢? 鳥仔自已知,直方評第四回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香港電台戲劇組製作 好